第四季节目 拜礼斗是道教专门为人消灾解恶 祈福严寿的科宜 人的魂魄来源与归宿 均在于斗府 斗就是人的本命原成 每个人的性命无体 因为出生年甘居的不同 而分属于北斗七星君所管辖 称之为本命星君 而人的生命由天降落凡尘 凡尘则有青龙 猪雀 钩尘 尘蛇 白虎 玄武 六神灵性之气 影响我们人类的六神灵性 就是吉 凶 修 救 祸 福 坚难逃灵性之约束 因此我们必须要借着拜斗科宜 吉仙佛造化 达到屈吉福 而脱离凶 修 修 救 祸 这次的离斗仪式 就是要帮各位大德 银心天宽四福 再影响纳腹之间 更要望运望财 除此之外 其安必先解饿 解饿必须除慧 除慧方能保孕 保孕更需要自己的天斗心来护持了 每个人的生肖都有专属的斗心来帮忙你 就像是夕阳的星座一样 像是属虎的 鹿存心就是你的守护神 属猴的就是连真心的守护神在护佑着你 平常各宫庙都是用点灯 拜斗 安太祟 智祟煞 这些影响宋求庙 都觉得不足以化除各位大德的灾厄 所以在此使用天顶的深烟火 把新的一年的流年灾厄都给化除了 因此迎赴宋求庙会让你远离 虽心求神 而拜此斗者会让你年运强望 平安顺利 迎而不败 一年之祭再春 但是过年的时候就是新春之气 喜气洋洋 还有就是我们除旧不新 所以天顶 天坛 安齐心 拜九斗 祝十二元神 安斗的意义就是要祝我们十二元神 让我们十二元神里面能够安定 然后再点灯 如果我们光明灯 玄霍宋雄灯 一年就你的元神光彩 一片填土光明 安登 安登拜斗是一个民间习俗 很重要的一个习俗 每年春季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会做到的事情 礼斗呢 这个用的是一个书文 这个文书的话 里面有写一些今年的路事 就一些你的路事要怎么做 路事 路事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路事吗 就是笔路的路 今年一个庙的路事要怎么做 他要禀报预告上昌 请天地众神明来鉴定做主这样 天聋组的加持与庇佑 连业务们也了解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就是多多少少能试一个新的东西 就会觉得抱持这种存疑的态度 那久了以后 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你就不得怀疑 不能去怀疑这个力量 所以说确实是有神在的信任 如果对以上节目有所疑问 请播以下的节目咨询专线 03-388-9355 03-388-9355 千里不得了 抽根 咨询专门